把这个包好的这个皮和馅儿放到这个里边 完了进行爱压 面就出来了 哦 那不是没事吧 两边呢 好漂亮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9月12日 来自香港 澳门和台湾的40余名在京高校读书的青年学生 与内地的青年委员相聚在北京昌平 共庆中秋佳节 这些港澳台学生就读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 当天他们参观了北京科学城 观看了文艺演出 参与了游戏 还体验了期划 制作月饼 虽然远离家乡 但他们也感受到了节日的快乐 做月饼特别新鲜啊 请看我刚做好的月饼呢 做得多好 画画是由大家一起组成的嘛 而且是有不同颜色共同会才一句话的 大家一直完成有一种更有团圆的感觉 活动现场 两位积极参与体验的同学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他们是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的香港学生 刘诗朗和曹嘉欣 刘诗朗学习的是英语专专业 这是他在内地度过的第三个中秋节 他告诉记者 内地的生活非常温暖 他在内地交到了许多朋友 刘诗朗说 在入读北京语言大学之前 他从来没有来过内地 而这几年 在内地的生活给他带来最深刻的感受 便是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到了这边拥有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集体感 然后跟大家相处 知道了国家的国情 知道了现在国家的发展 然后就越来越自豪 越来越骄傲 对于自己的身份 而学习西班牙语与英语双语专业的曹嘉欣则表示 非常感恩祖国对港澳青年的支持 香港澳门现在有了大湾区 在深圳 珠海 广州 就很多地方都有 我觉得给了我们 尤其是港澳青年 特别多的机会 给我们很多就业机会 无论是政策还是 就是无论是学业上或者是工作上 都会在政策支持我们 就特别感恩 活动最后 港澳台学生与青年委员携起手来 共同高唱《中国人》 嘹亮的歌声随风越传越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都会有养奖的歌声随风越传越里面 都会有养奖的歌声随风越传越 都会有养奖的歌声随风越传越 都是许多的歌声随风越传越